HELLO 我是嘻嘻嘻拳 聽到這把聲音呢 都知道今天的女主角是誰了 沒錯就是強化員的千射虎子 雖然個人認為就算不強化 這把聲音都是SS級的 先聽聽一次 OK 好這位角色強化完之後 曾經是最強力打的他SS級的千射 在強化完之後多1.8配全3為半減 加上4C加算這下漂亮 而配置來說都是環境目前上級的隊長 雖然木隊現環境的強度不高 但為了令千射BB重返隊長行列 今次編成都是花點功夫 編成是這樣就是這樣 是全屬性的木屬性編成 而編成方面都是很多心面孔 逐個介紹 首先千射 潛覺是防鑽隊長 繼承是這把 凶禍龍武裝隊SB用 下一位是新的冷攻雀 不是風攻雀 覺醒10C傷10C 腰自向兼貫通之下 火力方面非常之高 今次技能是2CD技 智商兼解鎖生成 水加深 說錯是木加深 這招技跟某個角色幾搭 是哪一位呢 很快就知道 第三位是你 孔雀王 木水屬擔當 深強化用 4SB兼火力向 6CD技是半減 手指兼解轉轉轉 技能是不錯 而繼承是這把鬼滅的豬頭武裝 好第三位是你 隊員方面的不移周座 不移學長是我第一次用的 角色方面 覺醒4SB 眼鏡兼火力都OK 但三七師目前是不足夠 所以潛過潛回的毒耐性放掉 技能是很難解釋 是進化Skill 繼承是這把 威嚇用的Manor武裝 而最後就是你 新的木龍刀Ena 木龍刀覺醒都不用說 超高火力強 特更OP的技能 技能是3CD技解Lock生成之餘 是50%以下時解消珠兼解割 所以這一刻就知道 新的極醒魔魔狀風光爵 這一招2CD技智商的50%技 是同新暗龍都是非常之搭 有幾OP很快的節 而潛過這把艾班老師的書 隊員方面完成了 揮章方面揮回3秒延長 情報方面獨耐性以外幾乎都齊,十字都沒有 OK,SB是17SB 而對面怎麼回答呢?是回答木豆苗 沒錯,今次終於有機會用回木豆苗 木豆苗配置是這樣的,一個防綁用武裝 潛舊2SB前耐性機已經夠了 木豆苗在變身後的Leader是蠻合答的 畢竟2A加算有追打 和坦度都不錯 最重要是技能加攻,2SB加攻技 和千射力的Loop1是OK的 好,編成就是這樣 今次我們挑戰的是修羅的幻界,機構成立絕對者 一起看一看這一隊木屬性的全屬性編成怎樣打這一關 GoGo 好,入場之後的變身數是...都不難搞的 怎樣變身就要回答 防毒、防風條 首先變回木豆苗一段 再開回加速技 然後Mana威嚇技 Mana威嚇技 Mana威嚇技 想贏我嗎?更早 傻豬 Yana威嚇 踢轉 踢轉完之後 千射已經變身了 先變身 收到了,沒問題 千射BB收到了我已經 只聽香菜這一把聲已經夠了 很舒服 而這裡謹記千萬不要轉... 腰字 只轉全體 為什麼呢?馬上就知道了 OK,全版面之下 奇蹟的生還 因為這一隊不轉腰字 是不會有固定水打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小技巧 然後 最後這一下我們只轉回 一個火加一串水 即是三下傷害 1 2 3 3隻死了 剩下1隻 非常之好 還有一串火 濕了一隻暗 而最後木就會爆弓 所以在這個Pattern之下 你可以儲多2 3個技 都算是一個小技巧 好,這一回合轉回2串木 先秒你先 木苗變身了 但這一回合就不變了 我們第三層先變 而第二層怎麼做呢? 我們開回 學長先 學長 學長 想贏啊 什麼事啊 學長很帥 學長這麼帥 看八千石BB 這次都沒得剩 好,先轉回3串腰字 直接車馬去判斂一下先 你見到木妖子是很高火力的 即是跟光妖子差不多 但只是隊員方面 目前是不多勁的隊員 然後開了千石 OK,千石的Penality來啦 我們以免受罰馬上轉回全版陣先 這樣就這樣吧 但都OK的 我想這個版面之下都是什麼都死的啦 18Combo 再見 輕鬆的斜頂功火力 第三關 只要不吸木呢 萬事大吉啊 OK,吸暗靚的 然後燒主無效怎麼搞呢? 馬上開回個 風攻雀 搬去以下 加上龍刀 好,介紹主 Perfect match 最後變身 木斗苗 終於來了 木斗苗主的名字叫做Milia 各位 躲了兩關技之後 可以秒了 為什麼躲兩關技呢? 因為下一關都有個角色無效 就是這個 我們怎麼做呢? 又是這一招啦 風攻雀 加上暗龍刀 哇 Perfect match 真的不是開玩笑 3CD全解 變相 是3CD全解 幾乎 這一招技不OP 什麼都可以 可惜只是木隊 目前的強度是低幾次 但這個combo 我個人認為未來性蠻幼的 一面不到 再來 輕鬆的第四層 第五關 第五關 都是易搞的 只有兩招秒 然後第六關 這關就完結了小怪搞學 然後這裡又來了 又是小柱 我們又要解了 封攻雀 加上暗龍刀 變相3CD的全解 痴線 厲害的這個combo 然後 並且版面是救珠 這才是bonus 一邊解割一邊生性 第三回合先開個破級技 手指呼吸 主頭 加上Panality Yes 第七關 嘩這次很棒 兩倍解放 幸運 這樣的話不可以輸 怎麼都不可以輸 寧願消失都不可以輸 嘩正 十連龍那麼開心 怎麼都不可以輸 首先半身以下 放上來是16萬 OK 坦是坦到的 再來 再一串雙木妖 總之任何情況之後轉回雙木妖 輕減半減是有的 但是八關一抽 嘩抽這個比較壞 畢竟火屬妙不到 假如有木屬開秒 火屬妙不到 定死解落 先開Panality 先 由這關開始試一試貫通加L字的水溫如何 看看夠不夠冷 夠不夠熱 先 這樣吧 OK 解放了 一個貫通 這個火力是… 在… OK這個位置 看來要兩三回合了 好 最後這下 轉到一次貫通加一串L字 不是一串Y字 14Combo、15Combo之下 再見了 撞隻火屬是用一點時間 第九關 水屬Lucky 那就可以秒了 開回木妙先 Milia 先說一下M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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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下名字 親切一點 然後我們轉回… 當然地是全部Y字 Milia 畢竟這一隊是妖字兼目串燒的… 雲合體 在17Combo之下先… 秒離先啦 OK 第10關抽哪一位呢 哎…食屎 那這一位一排搞啦 先開回弓雀先 作為智商加龍刀 先解回弓雀先 無敵Combo 為什麼難搞呢 應該說為什麼我這次不打女機構城的打機構城的表 就是全因為這一隻東西 因為假如木屬在女機構城撞到這一隻東西 基本上是不用玩的 一來高防二來火屬 連磨10-20推是亡不死她的 而表機構傷害都好少少 起碼都可以在3回合之內打到半血以下 但女機構是完全不用想啦 找木隊見到這一位幾乎等死 但撇除這一位的存在的話 這一隊等女機構是完全沒問題 好 我想差不多了這個血量 最後開回Hanality 然後轉回3寸木妖呢 剩下什麼都死了 這樣吧 OK 在版面3寸木妖之下 18Combo 9Combo 這個火力 OK 終於搞定 搞了很久 雖然這一關是對木隊不太有理論 11關 抽回不是火屬的 都好一點 都開心一點點 今次抽了極醒的魔神雀 咦 這個是老婆 魔神雀是老婆 我們先開孔雀王 解回手指 加上光豆苗 不是木豆苗梳 然後轉回3寸木妖呢 我想都什麼都夠了 3寸木妖 好 3寸木妖 16C 這個火力之下 1T秒 搞定 Next 第12關抽哪一位呢 抽尾都OK的 今次是魔狼 魔狼就 多2T秒 畢竟木妖火力是不低的 1T秒已經半天以下 所以2T秒 2T秒 搞定 魔狼 第13關 抽哪一位呢 3-1 咦 是抽這個 大天使 Koi 又來了 串串攻 沒錯這個是懲罰 今次用千隻BB來懲罰你 加上光雀 那版面是夠3寸木妖 就OK了 等等 這樣吧 卡一些位置 3寸木妖 差不多了 3寸木妖 13COMBO之下 應該倒是死的了 再見 然後第14關 希望是抽水 YES 那就可以快點完 抽火就想哭了 抽水的話 先開Millia 然後 怎樣做呢 這一隊除了千隻BB之外 全部都是貫通持有的 這樣吧 單貫通加上目妖 這個火力 嘩 三目 四目 這樣的話可以一槍 差點可以秒了 對啦 差一個四階三一開秒 火力超高 然後消火雖然不關事 但我們3CDCOMBO技沒理由不開的 搞定 3CD傳解 加上Panality 這裡做三寸 要炭一炭 8千沒有轉 唉...沒有轉九餅 不是沒有轉貫通 剛剛太興奮了 和千隻在這裡移入太興奮 忘記轉貫通 不好意思各位 OK 搞定之後呢 BOSS 今次是抽暗星龍的 什麼星都好 什麼龍都好 都是這樣打的 一隻 首先開回技 第十三層沒有開到的威嚇技 然後都是歲月時間 好 清晒輝石之後 Lock版的星龍 但不好意思 我這一隊是兩邊解Lock的 我發光雀 加上千石BB Penality 看看彎火力如何 一回合全部的腰戰 這一次版面四寸腰 所有 唉呀...最後那一刻 差一點 三寸腰 先打到... 嘩...都不錯 都說15% 都...幾高下 再來 又是一寸三寸腰的火力 打到... 嘩... 近半血了 可以秒了 先開懶弓雀 解Lock 加上學長 激減盾 想贏我嗎? 還早啊 師兄 最後 千石BB 那把面的木珠呢 是大量放題 對啦 但是放題我都轉不及了 這樣啊 喂... 連體英這次 應該是三寸木耀了 嘩...但是天降有感啊 不如我... 天降腰節 全部頂光 OK... 好啦... 這裡... 啊... 我滿了血啊 啊... 放過來... 歐痕的4萬 根本加不到葛 但不要緊啦 我們轉兩寸木硬頂這下呢 最後一下...火轉...水... OK... 至此啦 看來這一波竟然完場啦 Barking 錯是這一招 加回洛線 加上兜苗 最後龍刀 好... 那豬仔是夠的 不宜就不開啦 以免木珠大量轉不到豬 開啥呢 孔雀王 孔雀王叫Yuli Yulisha 尤莉莎 押回妹豬的名字 然後這裡... 當然地轉回腰節越多越好啦 看來... 四吋腰是極限啦 就這樣啦 在版面四吋腰之下 十五六獅 再見星龍 補下不送啦 這就是你的Panality 好... 今次就是千射虎子的強化元試玩啦 作為曾經SS級的Leader來講 在強化完之後強度都不錯 只是木屬、木隊目前環境是太過難玩些少 木環牌都還好 但是木妖治、木寸燒這些 和主流的編成是差少少的 所以變相隊員都不太多 選擇不太多 但個人認為這隊穩定性都幾高下 畢竟千射有兩CD的回血 兼且深生成加攻這些 加上隊員工爵和暗龍刀的配搭 非常之厲害 3CD全解兼生成技 所以在這個combo之下 我個人認為之後的木combo隊 或木妖隊 都有個未來性在 所以假如喜歡千射的朋友 都不妨試試玩 個人認為都ok 好,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影片的希望給我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